我的天哪 你吃过这种会做表情的人脸棉花糖吗 软呼呼的吃起来非常可口 据说午夜十二点后 他们就会复活 还会窃窃私语 不停的说话 如果把他们丢进咖啡里泡一泡 他们就会哇哇大哭 并向你求饶 真的太神奇了 不是吧 他就这样会做表情的人脸棉花糖 吃起来吃不甜咖啡挺好吃的 那五夜十二点后他都做了复活 还会不停的说小话呢 要是放进咖啡里泡 就会哗哗大哭 还会向我求饶 真的假的呀 你也太神奇了吧 那我来向我说一说 这我被这出声音标花糖的 这个是太多吧 有点哭了 你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不能别作诡我点小微信的话 我就把对方摆成为试一试 小微信的分数在这 既然大家都这么想看的话 那我就反正下单 宝珠们 再给你咖啡糖给你们摆回来了 都不能够够够够看了 铁子里面现在还有个色彩 可爱折折 看他是不是和视频里长得一模一样 哎呀妈呀 真的和视频里一模一样呀 他们每日都在做着不同的表情 嗯 铁子啊好香啊 我和DG表情怎么看起来这么熟悉呀 就像在哪里见过一样 妈妈 你们看着他们眼不眼熟啊 那你们算了哪里见过呢 算了不改这么多了 现在外面天然还是晾着的呢 要等到晚上12点 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嗯 有点馋了 就让我先来尝了一个吧 大白天的他们应该不会复活吧 真是美的好吗 呃 没这个是鬼脸的吧 哎呀妈呀 他们看着都剪了 哎呀 一可 嗯 哎呀 它是扎心的 嗯 哎 我怎么可能听见哭声了啊 再哭是我的幻听嘛 一可知道 不是 真的有哭声啊 怎么老是发出来呢 怎么喝了不管了 睡一会之间 咱们就留到晚上12点再来看一看 现在咱们先去便利店买杯咖啡 走走 老板 给我来杯热咖啡 咖啡买好了 想不放的 今天已经到晚上12点了 咖啡准备好了 不过这些热脸棉花糖的 好像没有付货啊 不管了 我都快饿死了 现在我要来把他们净利吃掉 他们还都和白天一样 做着奇怪的表情啊 没有像视频里说的那样 照顺说话啊 难道是比理说的是咋吗 这个表情看起来最焦张 让我来一口把你的脑袋咬掉 真好吃 再来一口 不错不错 可甜了 这个表情看起来好惊讶 他才不会是傻傻了吧 你也讨论被吃的秘密 反正又突然哭上了 到底是谁敢哭啊 为什么气咕咕的呀 既然这么不高兴 那我就来把你捏点 刚才的一件事又回复原状了 拉长好好玩呀 太香了 下来不玩了 他就一口吃掉吧 现在只剩下五个表情了 两个开心的 还有三个不开心的 吃的有点腻了 我来放进咖啡里泡一泡吧 咖啡打开 泡哪个好呢 来泡这个大笑的吧 就你最开心了 下去吧你 这个笑怎么没有什么反应啊 这银里不是说 他和娃娃大姑 真的让我求饶吗 这看起来还是很开心啊 那连要哭的打算都没有 我都不知道他泡过咖啡以后 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然后你来找一下 嗯 嗯 你看他什么在跟着啊 奇怪了 怎么老金的怪声音啊 再来一个害怕的表情 下去泡的 我帮你 那连蛙狼表情太有意思了 嗯 他怎么翻过来了呀 然后我把他已经转过了 也满滑溜溜的 不是吧 脸上的表情怎么没有了啊 奇怪了 表情高女还在呢 算了 再来一个开心的表情吧 下去吧你 我泡一泡 啊 他的表情怎么变了呀 这这这怎么跟着大酷的表情啊 哎呦 我要哭叫人啊 等一下 这酷脸的表情怎么有点奇怪呀 哇 这是什么情况呀 他就不会要跑出来咬我吧 他他他他他这是不是他说话呀 他嘴巴怎么一朝一和的呀 呦呦 我要哭叫人啊 他怎么不停地在进换表情了 他到底在叫什么呀 诶 他怎么跟他们直接也跟着做表情了 他不到底在说什么呀 结毁了